好 我們來馬上看一下 現在目前藍營的狀況 因為我們看到金輔聰 然後侯友宜跟朱立倫 也是喊出來說要團結 那朱立倫的這一番話說 執政大聯盟 昨天呢 這個金小刀上節目的時候 就直接批評了朱立倫 就說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然後還講說這是長他人之氣 滅自己的威風 然後國民黨也講說 這個概念就是必須團結 所有泛藍泛綠在野的力量 所以人家感覺 是不是金小刀這個灰刀 總是有點像自己人 因為不只是講了朱立倫 他還講了羅志強 說看不起他 我們來聽聽 原來這個什麼執政大 政黨輪替大聯盟 那誰羅志強提出來的 有人就拿大帽子 說把侯友宜的輸贏 大於政黨輪替國家前途 我覺得是歪理 怕說的小機在深藍地區裡面 這是沒有理由的 你看那些在艱困選區的 我的同情心 同理心會比較高一點 但我是看不起一些 這個自己在已經最安全的地區 還在搞這種把戲的時候 真的不要把我 算了不講了 話說的挺狠的 那當然也是後續還有一些效應 那羅志強是回應說 蓋瓜承受虛心反省 但是除了嗆了羅志強之外 人家在講說 地方上你還要人家幫忙嗎 因為羅志強其實也是在幫忙 跑這個台北的這些 而且特別是蛋黃區 現在這個強哥的選情 也是跟這個苗博雅 過去苗博雅在這個市議員的時候 是第一高票 那如果金普聰這一刀 砍向了羅志強 會不會也導致 這個國民黨失去蛋黃區 這恐怕大家也會有一點擔心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金普聰自己還爆料說 兒子說怎麼可以投給侯友宜 然後馬上 這個賴清德陣營的進辦就說 這句話沒有錯 那當然這個金普聰的講話是完整的 就說他兒子本來是在跟他討論 幼兒園案的這件事情 然後他有跟他說明 但是馬上綠營 你有沒有看到你這句話 很好做標題 可能就立刻要斷章取義 或是用這句話來做放大 所以你看這個賴辦發言人 陳世凱就講說 金普聰的兒子說對了 又開始做後續的文章 那甚至金普聰也問郭台銘 就說你是要當王 就是應該是要當king 還是要當kingmaker呢 他說後來因為徵召了喉馬 金還表示願意協助郭做好kingmaker的角色 不過郭沒有回應 但是那個時候金已經出現了 那時候徵召好像還沒有金出現 所以還是說早就已經有這個金的角色 在其中我們也不曉得 但是看得出來 金普聰不斷的透過這個節目上 爆了許多的料 再來我們也看到 除了這樣子的感覺上 讓大家覺得藍營有點紛紛擾擾之外 黃紫哲也針對了陳玉珍講說 有八成藍營的議長挺郭台銘這件事情 就嗆他說是要做爭亂 又用他的名字來講 說請拿出名單 那他說你應該要公布出來 否則就是標準的假訊息 陳玉珍也是回嗆說 希望這個黨中央就是郭伴打民進黨 也可以像打自己小肌一樣快 繼續穿著國王的新衣就好了 所以真的看起來 現在國民黨的這個混亂的狀況 真的外人看了 都有一點擔心跟捏把冷汗 那當然民進黨開心 這個綠媒立刻昨天的談資 就是從這邊而來 就講說國民黨自己本身 金谷聰打自己人 殺自己人殺最兇 都會有這樣子的一些相關的評論 那剛剛呢 徐曉青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也講了重話 他就說 侯就打民進黨無力 還要我講這麼白嗎 他完整的話語 我來講一下 徐曉青怒嗆 有些藍營的基層投不下 侯友宜就是覺得國民黨 最需要的時候 他沒有在前線作戰 認為侯友宜對抗 民進黨不夠努力 那民進黨在那邊喝喝笑 你們在這邊打自己人 那本來台南光電弊案的資料 徐曉青說他都已經準備好了 可是現在這樣拿出來還有什麼用呢 就是 曉青講了重話 然後還說 這個不要把民調D都怪給別人 那另外他也提到了 因為現在大家有一個呼聲 講說應該要讓韓國瑜列為不分區的隊長 曉青就在講 講說他也不敢講 因為怕講出來會破局 或是有其他的影響 讓韓國瑜在安全名單內的輔佐 也可以解決小雞沒有母雞的問題 所以其實曉青點出來 就是現在對於小雞來說 認為台面上的母雞不像母雞 就是可能是豬 可能是猴 還不像母雞的角色 所以小雞們很慌亂 他說還不只韓國瑜 應該謝龍介 柯知恩通通都要列在裡面 但是韓國瑜列在不分區 真能解決問題嗎 過去七次總統選舉 好像沒有因為不分區而左右大局的 所以其實真正的問題點 恐怕還是國民黨自己本身 比方說侯友宜自己的特質 或者是國民黨不能再繼續亂下去 我們來問一下鄭老師 說真的是國民黨的內亂 我是沒有什麼太大興趣批評 但是今天上了節目 這不代表我的立場 我純粹只是評論 你從一個正辦來講 今天徐曉青有些東西是對的 金補聰今天拿劉志強 徐曉青的人開算 也有他的道理 講解說有點矛盾 我認為就是這樣子 徐曉青講說你侯友宜過去沒有戰功 所以金曉青 你今天在批評羅志強之前 你今天已經操盤 應該先讓侯友宜在這個地方 殺出來像個威猛的大將 把過去那個軟弱 或者你投機 自保這種形象打破 那你再怎麼樣 你這個東西要先做 但是 金曉青還沒有辦法把這個弄出來 他現在在穩定進去 這個時候他批評一下 羅志強這樣也是對的 一個政治團隊裡面 有沒有團隊精神 厲害關頭就見真章 他如果這個時候 一看危險來了 就看他們大母雞不行 就想要只顧自己 就想要跟藍白河 希望能夠把白的選票弄過來 為了自己 在立委的選區能夠贏 可是就等於某種程度 是貶抑了 減弱了 這個大母雞 那等於是把大母雞放棄 我今天請補充操盤 我的母雞被你們這些小雞這樣亂丟 那他當然很不爽就要修理一下 特別是他講羅志強 在一個最穩盪溫營的 就是說如果你那個很危險 你不得不跟白的河 拿點白的票 你今天在一個最藍最穩的的時候 還這麼投機 他修理羅志強 我認為從他操盤手的角度 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是覺得說 為國民黨謀 其實你想想上一次選舉 那幾個縣市長 當然執政有一定程度水準 他們是主要戰將嗎 上一次就是什麼王鴻輝 許曉金 游淑慧 包括羅志強 這些拚命打 把氣勢打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說 許曉金他們這些人 看母雞眼前有點軟弱無力 你天天他們換大雞 換小雞 不如這些小雞們 還是比照上一次的精神 開打 往前衝 另外一邊金普通也要把自己那隻母雞 打點強心針 讓他能夠勃勃跳 是不是 不是天天還在這個批評內部 但是這都 雙方都已經把問題都已經呈現了 包括陳玉珍這種東西 如果國民黨還要繼續內亂 說不客氣的 你今天民進黨有什麼角度在虧 侯友宜那個幼稚園那個案子 你們就是一個冤案的製造者 你看他多壞 利用金普通講他兒子的 在那個階段的一些批評 他們在這邊撒鹽下毒手 面對這麼惡劣的民進黨 然後百姓希望趕快下架他們 國民黨你們就差不多了 我就講 侯友宜往前衝 小雞們各自往前努力 不要再花力氣這麼內耗 好 董哥 2019年賴清德要選總統 然後去押著蔡英文 後來兩個做民調 可是現在賴清德要選 很多人都知道蔡英文的鷹派 並沒有很挺他 可是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有人出來罵賴清德 怎麼樣 指指點點 從來都沒有 國民黨現在是個小黨 國民黨有 我高興現在台灣的環境是什麼 台灣的環境是媒體 百分之90是民進黨在掌控 國民黨任何人出來 批侯友宜 講黨中央怎麼樣 都會被做大 百分之90的媒體 他一定會做大 金浦中的小孩誰認識 可能我跟春吉 可能對他有一點點印象而已 他講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 餵藥案剛剛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情況不明 誰會知道有沒有真的老師 喪心病狂去餵小孩什麼藥 所以那時候是情況不明 現在知道是民進黨炮製的一個假案 那時候的情況 大家對侯友宜都不諒解 是人之常情 包括金四寶 金曉鑽他兒子 也是這樣想 所以那是一個那時候的場景 那台灣社會是不是應該 還人家公道 民進黨不還 不道歉 大家都很清楚 餵藥案現在就是一個假案 好 那我來講 其實現在國民黨的情況這樣 國民黨很多人在批侯友宜 或批黨中央怎麼樣 我說民進黨不會 那這些被批了 被金浦中一修理的話 就說怎麼打自己人 你自己就沒有把自己當作 侯友宜跟國民黨的自己 我講被人家批了 就說自己人好像都委屈或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大可不必 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 包括我的同鄉 我的學妹陳怡貞委員 大家都知道他是挺郭台銘 他說你們都沒有看到集市或怎麼樣 好像他是國王的心意 他已經看清楚 現在全國每個人 包括挺郭台銘的人都很清楚 郭台銘在任何組的民調 任何公司的民調都是最後一名 那你國王的心意 你怎麼是還在挺最後一名呢 對不對 我講這是一個實際的情況 所以大家現在要看到就是 國民黨在韓國瑜都回來 緊緊抱住了侯友宜的時候 他其實是要開始走團結的路線 那現在其實不必再去講 誰有沒有怎麼樣 我舉個簡單例子 侯友宜在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陳水扁非常賞識他 陳水扁要求警察 好的警察他要入黨他要栽培 他找十個人 結果最後只來九個 侯友宜不願意參加 這是一個實情 我在講民國98年 陳明文卸任嘉義縣長 民進黨找侯友宜說你來選 你嘉義人你來選百分之百上 嘉義是非常勝利的 侯友宜也拒絕 第二年民國99年 民進黨在找他 你來選台中市長 把胡志強把他打下來 侯友宜也拒絕 後來民進黨只好叫蘇嘉賢出來選 我告訴你 你碰到這種大絕 大絕就是你可以去背叛你的黨 或什麼時候他都不做 不要接受 我這個小跡都勇敢 侯友宜都不勇敢 你跟人家比差太遠了 他在民進黨 最有聲勢 他最可以去投靠的時候他都不去 他在歹徒拿著槍 他空手他都可以進入 不要把別人都想成都自己都厲害 別人都差 我覺得這樣 我沒有黨籍 但是我可以很正確的 來講整個過程 我講的這東西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好 保證 好 因為現在當然在全代會之後 就看起來 因為這個韓國瑜前市長 已經比較明確的表態 就是來支持侯友宜市長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有比之前這個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藍營的整合問題 可能也還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當然我覺得相信現在在挺郭董的部分 可能大概只有少數的立委跟中常委 可能有一些部分地方的議長 他們還是持續是一個挺郭的情況 當然我覺得這個就是可以持續觀察 到底後續郭董有沒有真的想要來選下去 但在對我們而言 其實柯文哲主席他持續的 往選總統這條路就持續的邁進 那我們政黨的主體性 我們當然會維持 當然你說跟郭董這邊 有沒有機會來做合作 我覺得當然是不排除一切的可能 就是我們還是要去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我認為說 其實現在在講藍白河這個議題 的確現在也看不太出來說藍營